來啦 這個比較緊張 這個啦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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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屁病患塞進急診室 有人滿身都是血 上半身都是傷 衣服脫下來直接包著頭 或是拿毛巾壓脖子 還是止不住血從傷口流出來 全部都會用 會痛 等一下 等一下沒關係 來啦 這個比較緊張 這個啦 急診室一片混亂 護理師狂喊都要緊急搶救 民洋工廠爆炸 員工連滾帶爬逃出工廠 回想當時都開始發抖 我們是先看到有煙 然後還正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來不及反應就爆炸了 因為那時候窗戶也整個都震碎了 可以爬出來 有越南的同事很熱心幫忙 把人家接出來 你是不是整個都抬下來 根本就沒有燈光啊 那就趕快爬出來啊 剛看完當的劉小姐說 和同事看到白煙還在討論就爆炸 結果頭縫了九針 另外一名林小姐才報到五天 人直接被炸飛 她為了保命摸黑爬出來 慶幸只有右手骨折 我兒子他打電話給我 他跟我說 公司爆炸 我們現在困在這邊沒有辦法出去 其實就像他跟我告白一樣 他們公司常常做演習 因為他們很多次都這樣 當作是假的假的 真爆炸卻當作是假演習 回顧爆炸之前 消防隊在5點31分就貨爆 到場卻發現員工都還在上班 直到5點55分 警報器才大響6點01分就爆炸 已經來不及逃 白色煙霧 他們聞一聞很不好 警報器就 就開始他們那個就 就打19我們的風能就到了 報警的時候 沒有第一時間疏散他們的員工 沒有 還沒有 看到煙霧卻沒有疏散員工 警報器到底有沒有立刻想 還是被員工當成演習 錯過黃金疏散時間 恐怕真的才是 死傷慘重的原因 記者屏東綜合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證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